队长,我们这样会不会太过显眼 就是需要如此大张旗鼓 而且那只猪妖的话太损了 所有人看到那只猪妖后 都给我使出全力 我一定要把这猪妖 对三天三夜 以及我心头之恨 没想到有人缠你这个猪头啊 那还真是麻烦你这么惦弃我了 可莱这些家伙早就做好了准备 就得我们出现了呢 这些家伙早就看穿我的天赋神通了 隐隐被他们干扰了 这一次看来真的只能拼一下了 这些家伙弄陷阱困住了我们 怎么又准备走了 傻狗,你看那边 是上张仙剑的那群家伙 看来那群黑袍神秘人 和上张仙剑有关系啊 二位许久不见也成仙了 想必张公子在薛云战场一别后 也更胜往昔了吧 我们天云大陆和你们上张仙剑的处手 可没那么熟 主要,等会就让你好看 放任自己手下这样口出狂言 可不是什么好听的事情 张公子,既然来了 何不出来一剑 不愧是莫川师兄呢 自从薛云战场一别 你这修为是大有长进啊 所以我这不是来找张凡师弟 让你指点指点 那一字败在你手下 一直没有忘记呢 张凡师弟不知我这一剑 让你感觉如何 哼,不过如此 那看来得到灵霄仙剑传承的张凡师弟 你修为也大有精进啊 不过先不解 张凡师弟 等会我再和你好好较量一番 武镇 好好招待我这位张凡师弟 主人 上张仙剑的这些家伙 和那些黑袍神秘人 好像是一伙儿的 看来我们这位莫川师兄 有着不少不为人知的秘密啊 张凡师弟 张迷先王派我前来给你一个机会 交出灵霄仙剑啊 我就可以原谅你之前 对我上张仙剑的冒犯 不愧是你们上张仙剑 一次两次在我天云大陆图谋失败 第三次还能候着脸来 看来张凡师弟 你是不愿意好好交流了 虽然很欣赏张凡师弟的天赋 你给我带来的失败 也让我重新捡回了修炼的动力 但有令在身 只能对师弟你拔剑相向了 主人你有闻到什么臭味吗 我怎么觉得这么恶心呢 哦可能是我刚刚打架的时候 不小心沾染到了某人身上的臭味 这 这是 让主人小心 敬酒不吃吃罚酒 来 先恢复一下 这些攻击 我来处理吧 全力发动阵法 让非洲们也开始进攻 莫大人 陛下的命令是活捉张凡 发挥阵法的全部威力 还让非洲也进攻 会不会 要不 我和你大人你来做领队 属下不敢 属下这就去下令 昊 张明老家伙养得好狗 以后我会让你们明白 什么叫做听话 主人小心 那些非洲准备偷袭你 那些非洲准备偷袭你